HELLO 大家好 今天化一个妆 然后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一样 主要是用到一些 就是我 好几个月前 五个多月前 最后一次买的一些彩妆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我还没有跟大家介绍过 然后自己也还没有怎么太用过吧 当然都是用过几次了 就是没有用的很频繁嘛 那我就是用这些东西 来给大家画一个妆吧 那就是这个 其实多 都是以这个青松熊 和 这个OPU的那个 合作的 这些东西为主吧 对 这个我是忘记用了啦 但是我本来是拿出来是想要用 它是一个气垫腮红 对那还有这个的BOM的这个盘子 那用这些东西呢 然后画了今天的这个妆 然后口红呢 也是用的是新买的那个BIA的这个唇膏 这个唇膏 之前的很多影片里呢 都有朋友建议我可以去试一下 那我之前就已经买了 那今天就是用这个唇膏 分享一下吧 好 好 那就废话不多说继续往下看吧 那我首先就是还是用个这个妆前 然后在脸上点几点之后呢 就是把它均匀的拍开就行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上这个Benefit的毛孔 我就是上在这个毛孔粗大的地方 好那今天就想要用这个东西 这是那个 就是那个OPU和那个清松熊合作款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叫什么 但它似乎不是气垫粉饼 那我的色号是23号 它不是气垫粉饼 就是反正感觉有点奇奇怪怪的 它里面的粉铺也是这个清松熊的 那我有用过一两次吧 那粉铺我是有用过一两次 那这个感受呢 我就是蛮奇怪的 怎么说呢 按压一下给大家看吧 它这个就是它里面的粉呢 就是感觉特别浓稠 而且它按压下去 这个中间这样就会凹得很厉害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然后反正我就先上脸试试看吧 好不好 就也是像气垫这样就是拍上脸 然后呢它这个上脸的感觉呢 就是这样这样按压的情况下 就会感觉这个粉铺黏黏的 相当的黏 我就是上完了一边 就是只按压了一下吧 那基本上这块都没怎么遮着 然后我再上另一边 嗯 嗯 特别特别的黏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它的颜色似乎有一点点 就是嗯 发红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知道我什么意思 就是感觉有一点点 嗯 红红的 哎 形容不好 那我现在是按压了两下 分别上满了全脸 然后呢 我是觉得拍的时候挺黏的 但是上完了之后似乎没有那么黏 而且它是一个全雾面的妆感 那我再稍微按压一下 然后盖一下在我这个痘痘比较厉害的地方 稍微按压一点吧 但我觉得可能是多了 就这样 今天特别特别的冷 我不停的流鼻涕啊 好接下来就是上睫毛 呃不是睫毛膏 是遮瑕膏 还是用的就是那个The Sam的遮瑕膏 那就遮一下比较需要遮的一些黑眼圈什么的 对 好遮瑕上完了呢 那我就拿散粉定妆 那这个也是我就是之前新买的 几个月前新买的那个 它是也是那个OPO轻松熊的 然后呢它这个蜜粉是有三个颜色的 就是黄色然后白色以及淡紫色吧 都是淡黄色淡白色淡紫色 最近就是很习惯拿这样的水滴形状的散粉刷呢 然后来定妆 蘸一点然后到盖子上给它拌匀一下 这个粉弹得到处都是 那就是给眼下先定妆 嗯这个粉好香啊 有一股那种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婴儿的菲子粉的那种香味 哎真的是 然后 脸上也这么的压过去就行了 然后定完妆了脸还是蛮就是 怎么讲 蛮清爽的 我感觉刚刚上完那个底妆的时候呢 没有觉得脸特别白 我怎么 现在上完遮瑕 然后又定完妆中 我感觉脸特别白呀 那今天我用个那个眼影打底膏呢 是我没有怎么在影片里用过的吧 是Canmake的这个眼影打底膏 那它的嗯就是质地是有一点像那个 硅胶的那种 挤出来是一种白白的这样 有一点像那个毛孔隐形露那种感觉 那我先点一下 因为我最近那个ELF的那个用完了嘛 所以我就把这个拿出来用了 因为现在冬天反正眼睛不是太会出油 然后也不是怎么太会化妆 那这个就比较够用了 接下来我画眉毛 那还是用的是老几样 就是SANA眉笔和这个眉粉 然后拿个眉扫给扫一下 最后我看看我画的效果如何 如果需要的话我就会上一个这个睫毛膏吧 不是 呃就是这个 叫什么 染眉膏 对染眉膏 对 嗯接下来画眼影吧 那眼影呢 我想要 我准备了这三盘 那这三盘 那这个不是那个新买的了 这个是我打算用里面那个中间色 然后画眼窝呢 这个青松熊和这个Dubumb的是新买的 我想看看用这三盘来画个眼妆吧 好吧 那我先用这个 嗯 上在稍微刚才那个眼窝色下面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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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 把这个颜色 然后铺在那个刚才留白的地方 然后呢 同样是拿这个颜色 扫在下面的卧蝉的地方 然后拿把刷子呢 晕染一下这个边界的地方 接下来画一下下眼影吧 好 先拿这个藕粉色的雾面色呢 然后上在整个下眼皮的后半段 和刚才那个卧蝉的颜色做个连接 这样的话和上眼尾也会有一个衔接 那再拿这个颜色呢 扫一点在后眼尾的三分之一处 最后呢 点一点这个亮片色 这个颜色特别会飞粉 然后就给它点在眼皮的中央吧 然后稍微给卧蝉来一些 特别容易飞粉 掉到这块都是 其实这样就挺好了 但是我还想再用一下 这个Depalm的盘里面 这个棕绿色吧 我不知道搭不搭 我就是随便乱配的啊 试一下 这个应该挺显色的 然后抖掉鱼粉之后呢 弄在这个 稍微这个地方一点点 嗯 就这样一点点 对这样一点点就好 然后再拿一把松散一点的刷子 稍微晕一下 免得整个眼睛看起来太粉太粉了 今天画眼线呢 用这个love liner的这个蓝色的版 这个不是新买的 是买了能有挺长时间 但是我很少用 对 感觉今天这个眼妆又粉又绿又蓝的啊 但是这个其实 画上去也不会太蓝的很突兀吧 试一下 怎么样 并没有很明显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普通的夹睫毛 画内眼线 然后刷睫毛膏 这些步骤都是和以往是一样的 那我就做完了这些再回来吧 然后我居然发现 嗯 我有个产品想要用 但是忘用了 就是这个气垫腮红来 也是这个OPU盒 轻松熊的 我那一阵子就是 嗯 就是看这个包装 然后买了好些各他们家的这个气垫产品吧 那我这个色号呢 是这个紫色的这个色号 然后它其实我觉得它高体干的好快 不是高体 就是它这个比较难去反 还不知是怎么做 反正干的特别快吧 然后是这种颜色 用它这个气垫很难粘起来 然后用手粘呢 粘到手上就是拍开了 几乎看不太出来有颜色 就是感觉增加点透明感吧 那这个我居然忘记用了 那就算了吧 因为我现在就是 呃 散粉都已经上完了 就不太好再上这个 7点的腮红了 那 嗯 那就是腮红和修容呢 我也是要用这个 的Bomb这盘里面的 我就用这个腮红和 Bahama妈妈那个修容吧 OK 那先来上修容 OK 我还是依然的这边脸比较 怎么讲 就是它自然就有一个凹陷 但是这边脸就没有 然后所以我通常修容 这边脸会修的稍微狠一点吧 然后我觉得呢 问我要是像整容的话呢 我就是最想修掉这两边 就是这两边真的很宽很烦人嘛 大家看如果这样看 这样一点是不是都会显得 脸没有那么的大 对 然后这样一放开 这两边特别快 所以我修容 重点是修这两边吧 如果我要去做修 做整容的话 我肯定会削这两边的骨啦 不是说希望整成十的金脸 但是我觉得还是瓜子脸 比较好看 不知道 个人的观点 可能有些人国字脸也挺好看 但是我觉得自己这个地方实在太宽了 让我不是很满意 那腮红呢 就是上这个 视角instinct 这个颜色 还蛮好取粉的 然后抖掉一些鱼粉吧 ok 蛮显色的 蛮显色的哦 那打亮也直接用这个mary luminizer 这个就是很方便这个盘 确实很方便 其实我 其实是因为好想要mary luminizer 但是我又不想去买一个正装嘛 因为这种打亮产品对于我来说是万年都用不完的 所以我才买了这个盘 然后 一道光非常好 那还是扫一点pk107吧 嗯 我看了一下我上一个视频 然后感觉上了这个和没上是有差别 我现在来试一下 怎么样 是不是有 有一点蓬蓬的感觉 果然它这么有人气是有道理的啊 然后再给这边上一下 嗯 好 好那今天的口红也是之前新入的这个BR的这个绿管的 然后是08号色 这个BR的口红呢 真是 我擦完它之后 我就 觉得很惊奇 从来没有擦过这么顺滑 就是 真的是很丝滑很丝滑的雾面唇膏 然后它一点也不会让嘴唇很干 很舒服 那我今天就上这个08号色 嗯 OK 这个颜色 还蛮红的哟 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主要是它真的上唇很舒服 嗯 嗯 好 那妆就画完了 我看了一下 我 我 我看了一下 这个影片我录了将近一个钟头哦 就是中间相机都断开了三次嘛 然后 才录完 其实我原本是想要控制 在十分钟之内 能把这个片子剪下来就不错了 不知道 录了一个钟头 我要怎么剪成十分钟 对 啊 ok 那 嗯 嗯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了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 哈喽大家好久不见 我又回来了 拜拜 拜拜 拜拜